印度国疫情仍在蔓延,国外也出现了同国内年初对素食食品的强烈需求。 近日,2020前4月,螺丝粉出口量暴涨,微博话题登上热搜,目前阅读人次超3.1亿,网红螺丝粉热度不减。 据了解,今年1-4月,柳州螺丝粉已有10批次出口,较去年全年增长141.68%, 5月19日,在广西柳州螺丝粉产业园内,一家企业生产的螺丝粉正准备出口美国。 今天这批货的话是出美国的,大概1700多箱,一共4万多袋左右。 4月份到目前的话,总共出了5个批次,然后合计起了大概17万袋左右的。 鉴于产能的原因,所以一直没法提高的出口量。 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客户已经给我们下订单了,我们现在很多客户出口量的订单已经排到7月份了。 除了美国的订单,接下来该企业的螺丝粉还将出口至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为满足海外市场需求,该企业还买了50余亩地建造新厂房,加大力度提升螺丝粉产能。 陈子豪介绍,目前新的厂房已经建设完毕,现在处于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将在今年或明年投入生产,预计日产能在50万袋左右。 此外,螺丝粉企业还根据国外的标准来优化调整产品配方,积极改进产品工艺。 像常规北美这一块我们已经做到已经可以完美通过他们的一个检测,目前正在做的是欧盟这一块的一个配方调整,因为欧盟的话对于各项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要求或者他们的标准会更严格。 目前的话我们有大米的一个种植基地,还有酸豆角以及酸笋的一个种植基地的,我们在1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自己的一个供应链,对,产业链在酸豆角、酸笋这一块都先后签订了一个跟种植基地合作来保证品质。 另一家出口至澳大利亚的螺丝粉企业也已装车完毕,出口产品包含原味及小龙虾口味的螺丝粉共37,770包。 据该公司市场部经理严津津介绍,目前国内螺丝粉市场供不应求,螺丝粉在网商平台全网预售期仍为40天左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国外出口的订单量。 2020年就是我们从3月份首批出口,然后到4月份两个月合计大概是出了20万代左右,然后呢在5月份接到了订单,就是光一个月就是已经达到了23万代左右。 在那边市场占比蛮大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疫情还是疫情过后,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应该是会站稳脚跟,销量应该是不会下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